介绍社会一起来伸出援手 位在原山同乐村的一户江姓人家 爸三岁的江先生 平时是仰赖卖衣服卫生 而他的妻子跟两位儿子 因为身体健康不佳 生活圆满就陷入困境 但上个礼拜 两个儿子接连身亡 让江家再度是雪上加霜 因此张氏中心会 成功师子会 以及宜兰市的金七杰 福德庙跟三清宫 就率先发起了救助关怀 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 可以协助江家渡过难关 根据童乐村长表示 现年83岁的江老先生 为了负担家绩 还要出外做生意 加上妻子身体不好 两位儿子又在上周五接连过世 不但身心俱疲 还要筹措伤障费用 加上不符合敌收入户的资格 所以家庭陷入困境 我一生现在就大概83回 他就是都靠买山 塞的发柴车 出去买山 今天认识 他74回 他认识也由民众电报 去靠到头 也送便宜 所以家庭的人是没有孩子吗 家庭两个小孩都不停来往生 女孩是夾台中 也是靠乎一层 家庭状况也没说很好 所以希望说社会国家来跟我们赌三天 得知江家状况后 宜蘭张氏中金会与台北市张氏中金会 成功私职会以及宜蘭市的 今期节土地公廟三星宫 马上动员紧急关怀 致政救助金 希望暂时舒缓经济难关 我们在礼拜有过来先了解过 我认识真的需要大家来帮忙 所以我们就通知宜蘭市三星宫 我们成功私职会 还有台北市张氏中金会 这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大家共同来帮助他 希望能够抛转引力 大家多多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们信仗我们天下 不一定我们都在地点 而为了让社会资源 妥善来协助江家人 地方代表也会协调原三公所 让善款专案专用 可以帮来协调原三公所 来专案专用 可以让爱心的目准 进行正常给我们爱心 来让我们感觉来使用到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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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员 到遍